2022年9月份的時候 蘋果也突然在這個手機通訊領域 又投下了一枚震撼彈 宣布在最新的機型當中 要加入了這個衛星通訊的功能 雖然不是說可以用衛星直接打電話 但是他可以在緊急的時候 能夠使用衛星通訊的機制 來發送SOS的緊急求救訊號的服務 我想觀眾朋友們可能應該非常好奇 我們剛剛不是才說 上用衛星電話已經出現了二三十年了 為什麼這個現在iPhone14才加入這個 這樣的一個功能 能不能請Alan幫忙向觀眾朋友解釋一下 為什麼iPhone14這個新加入的這個 算是一種限定衛星通訊的功能 只可以用在SOS的緊急服務呢 蘋果有自己發射衛星嗎 又為什麼即便看起來好像只是一個 限定的緊急的服務 可是為什麼業界好像又對這件事情又非常重視 可不可以給我們一個梗蓋的說明 其實衛星通訊如果應用在我們一般民眾可以取得的手機上的話 它需要花費的額外的電力其實是蠻多的 那因為這個電力其實取決於你對這個的使用上的傳輸的資料量大或小來做決定 那我們知道資料量大耗電就大 那為什麼手機還沒辦法納入這一個功能 原因是當我們手機的應用系方式都即時通訊 或者是直播或線上 那這個傳輸的資料量就大的同時 其實以於手機目前的電量可能用不到10幾20分鐘 甚至30分鐘它就沒有電了 那為什麼會先帶入緊急的這個應變措施的原因是這樣子 它的傳輸量比較小 對那相對於在跟衛星通訊之間的話平凡用不大 所以說它的資料內容主要是Focus在定位 以及發生緊急戰爛的時候 跟你確認現場狀況 Maybe 用幾個文字 如果你還可以去做一些打的動作的話 都可以完成這件事情 那ECO剛剛一個電量的部分的話 其實我們跟衛星通訊我們知道低軌是300-500公里 它的發射的一個距離其實就 我們現在目前跟基站的通訊的一個距離 大概已經多到二三十倍 因為我們知道說其實我們在地 離我們最近的機台可能就只要10公里20公里 所以比例相差的比較大 那我外補充一下 其實在去年12月15號我看到一份報道 它裡面講的是說 有一輛新駛在山谷中的車輛不慎 跌入大概91公尺深的峽谷中 那我們知道其實峽谷其實是一個半封閉的狀態 在當時其實是沒有任何的3G 5G或4G的通訊訊號 但是在這個小谷中 iPhone14它有一個功能 它是有緊急的一個聯絡的一個服務遺跡 它可以偵測你的一個緊急狀況 避免車禍 它在同時間就啟動了這項功能 聯繫了Apple的中繼中心 讓中繼中心知道說 這台目前這個車 這個使用這個手機的人員 好像有一些突發狀況 然後去主動聯絡它 才知道說哇 這台車已經結入山谷 那也是因為這個功能成功了 獲救了兩名 兩名的民眾 所以某種程度來說呢 其實還是因為低軌道的衛星 需要特別的通訊技術 沒有辦法在我們的智慧型手機內 去兼顧手機的大小 跟電子電量之間的這個平衡 去做到長時間的通訊 但是也許做到短時間的 非常非常短的 非常非常小的資料量的一個訊號傳輸 也許就有機會 如果真的要做到完整的通訊功能 那些硬體的設備 可能就非常非常佔空間 大家好